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美倩 是2020東京奧運的游泳選手 可是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在游泳之餘 我應該也要兼顧好課業 這是我家人給我的觀念 那至於怎麼樣平衡 其實到現在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的課題 對我來說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優先順序 拼勁跟動力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一直都很喜歡游泳 就是跟著劍中的隊伍一起訓練 這件事情是很歡樂然後很愉快的 所以就會讓我一直想要過去那邊練習 然後就是熱死不疲的感覺 就是不是有一句話說什麼 叫醒我的 不是鬧鐘 而是夢想嗎 然後我就會有一點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比較多的是有偶包耶 我其實在奧運之後有低潮滿長一段時間 就會開始很在意我比賽的結果如何 就是到底有沒有友好 就是一直到現在慢慢調適 加上我去年有去上一些心理的課程 就慢慢地去瞭解說應該要怎麼樣調適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放鬆 然後更加專注在準備比賽或者是在比賽的過程 而不是比賽的結果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耶 但是真的就是會對游泳有一種執著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我很享受 就是在水裡的那種感覺 然後但是我發現我只要跳進水裡游泳完之後 我上岸就會覺得我好像整個人焕然一新 就是我的煩惱通通都不見 然後我在游泳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我喜歡這樣子很有自信的自己